為什麼你有這麼多的陶笛 因為陶笛的種類很多 那一般人認為陶笛 就是像光光驅滿的 圓圓的掛在脖子上面 那那個是比較主義樂器的 玩的樂器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屬於演奏的 那我們陶笛也有分 我們剛剛講的 圓形的那是六孔 那我現在也這種呢 在盒子裡面這些有十二孔的 一個吹嘴的 跟兩個吹嘴三個吹嘴 都有各自的不同 那每一個不同的陶笛 裡面應該說陶笛的家族裡面 會有分成C G F 這三個 三個主要的同音的吊線 那每一支都會在 分有高中低 這三種 這種音域的 那個音色的組合 我在我這裡面呢 這一把 這把是C調 它有三個吹嘴的 它就有二十一個孔 那它是可以吹和聲的 那這一把呢 像這把最大的就是G調 它一樣是三個吹嘴的 那這一把 那這一把是G調 高音的 它是兩個吹嘴的 那其他的就是十二孔 那我這裡面呢 十二孔裡面又有分 有F調的有G調的 有A的有降E的 那針對不同的曲子 就會用不同調性 那一方面是 指法比較容易按 不用那麼複雜 那一方面音色也會不一樣 其實陶笛也有 也有材質之分 那通常就是比較 屬於演奏級的鼻子 它是會用紙紗的 土質去做出來 哦 那像是 陶笛啊 所以它的價位啊 就不會像我們在那個 商店看的這麼便宜對不對 呃當然 對啊 所以 人家會認為 陶笛應該是幾百塊 就可以買得到的 那線上就不是這樣的 呃 像我這幾次陶笛 都是算慣的 哇 要去哪裡定做這樣 呃 特別的調性是需要定做啦 那像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 CGF這三個調性的 在台灣 這個 這個 陶笛的製造商 都可以買得到 對 哦 哇 小小的陶笛也是有 所以這樣子你總共沒有拿 6 4 5 7 8 9 總共有10支陶笛 所以它也是12孔的 不是6孔的 沒有我這支是13孔 13孔 還比這個多一孔 還比入門款多一孔 對 這支是音特別高 還是它的調也特別 這個是C調 它是高音的 嗯 哦 那我們一般聽到譬如說 嗯 好的 像是一般的陶笛街頭藝人 大概都是吹中音的 是不是 就會 應該算說 如果一般的街頭藝人 就是大概是用C調 像這個 好 來就是 最低音就是到辣 哦 最高音就是到法 有沒有適當朋友跟你學 有 有 你們這一次應該會 鋪到一個叫 魏小潔的 魏小潔 他也追陶笛 他也追陶笛 他追陶笛 他追陶笛 哇 老師 但是果然是老師帶三個 我現在追的是三款的 嗯 兩個八度半 兩個八度半 那這樣其實已經不錯了 跟長笛笛差不多了 對啊 像這個最大的草底 它比我手掌還要大 呵呵 這個最大的草底 可以聽聽看它的聲音 好 嗯 好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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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